我同年游过爬山的经验 然后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演出都去笑了 关在这个排练场半年吧 我可能想要让大家 有一个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起去爬山 爬山的过程里面 我就想起我自己童年的经验 因为那一些台湾特有的地形的关系 产生出很多平常不会做的一些动作 那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地方 变成一种跳舞的方式 我想是先从外部的形象来找找看 像那种台湾冷山它的那个脂脉是这样刺的要很刺的这样子张开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舞者的动作有没有可能会变成是这样的探索 去了一趟荷花恩北风回来之后 我就听到舞者在说 你看我这个脚是下坡 下坡 你看我这个脚是上坡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连结是 它把过去的上升的运动的方法 跟这一次它爬山 下山脚步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样态做了一些连结 我觉得一个台湾很完整 就是你看它有西部的这一些广阔的平原 有这么高的山 有这么深的海 然后有东部的这一些 其实这个文化应该是更深的 更土地 更跟祖先祖灵的那样连结的 的那种各种不同的族群 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话 我必须要 一直饥渴地去寻找 我的养分来自于哪里 我想我面向的是这一些 自然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们人 虽然有时候是万物之灵 可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是向他们学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